家餐廳 于是放进滚烫高汤 看起来Q弹可口 这是这间餐厅的招牌 不过不止美食 正商名流更看重环境的隐秘性 所以它的桌菜也有 然后它也有所谓的包厢 所以对这种所谓的 比较隐秘性的客人 其实是蛮头起所好的 餐厅配备地下室独立包厢 适合私下谈话用餐 二号花饗宴套餐总共12道菜 一桌可以坐10个人 每人低销1760元 最贵价位一人6000元 算是中价位餐厅 它的价位应该算是 偏向中偏低的价位 它的鱼翅是属于 比较属于那种高雄的水沙翅 它是比较好处理的 餐厅开业20多年生意好 拥有固定客群 背后却有不少争议 这间店其实就是 前提总会长的儿子所开 在2016年提总举办孝亲活动 标榜报名就送1000元 鱼翅礼券 体育局还以推广水域活动 为由补助50万 当时就被民进党议员痛批 违背当年市长柯文哲 下令禁吃鱼翅的政策 另外2017年提总召开 礼监事会议 地点也选在自家餐厅 前会长张朝国也遭酸 用公费养儿子 餐厅接二连三闹出争议 这回用一位警戒高层和脚头用餐 再度登上媒体版面 三星我们刚会上 配话台报道